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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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二早上的10点16分 大涨122点 想不到 当大家在关心 在担心 美国的选情 跟全球疫情的高涨 今天台北股市出现大涨 其实昨天美国股市 昨天亚洲股市就已经率先涨了 我昨天给大家看过 亚洲股市涨幅都在1%以上 大概都1.2% 1.4% 只有台北股市昨天还自己在下自己 开高又跌下去六十几点 尾盘拉上还涨44点 我们昨天就已经严重落后人家了 昨天晚上美国股市的部分 也出现跌身后的强力反弹 欧洲也大涨 德国大涨2% 法国大涨2% 不是在封锁了 怎么股市会涨呢 有时候你不要用那种单纯市场的看法 投资人的看法 你更应该去了解 领袖的看法 疫情严重 景气不好 股市如果崩跌 那全球就完蛋了嘛 对 所有国家领导人就束手无策 就举白旗了嘛 所以他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股市 疫情控制不住 经济会被拖累 这是连带性的 可是股市它能够操控的嘛 所以股市一定要稳住 不能让股市也变成 最后一根压垮经济的稻草嘛 所以股市昨天大涨 反映出领导人 希望能够稳住经济的一个工具 那昨天美国股市也是一样 道琼涨423点 纳斯达克涨0.4% 分成报道题涨0.6% 剩下最后两天 今天晚上开始美国就要投票了 那其实用提前投票 跟邮寄投票 预估会有六七千万人 所以其实是早就开始慢慢投 那明天是现场投票 当天 所以美国股市剩下最后两天的时间 川普目前还落后 所以川普在做什么 他在打北风北 如果说以打麻将来说 他在打北风北 希望北风北能够让他能够联装 所以美国股市昨天大涨 那其实美国股市昨天大涨 在起山的东西 我们来看 昨天美国股市大涨 其实科技股不强 科技股不强 真正强的在哪里 真正强的是在银行股跟石油股 那银行股跟石油股 这是川普的票 这是川普能够控制的 因为石油是支持川普的嘛 对不对 拜登是希望能够用绿能 太阳能 所以昨天科技股不强 反而石油公司银行股 石油公司涨4% 银行股涨2% 所以显然的 川普在打北风北 那如果川普能够连任 那股市就会直接庆祝 如果拜登让他赢了 那可能股市就会先蹲 可是后面还是会涨 我昨天特别 把连续几次 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 给大家看过了嘛 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让你看到全部 可是从前面几任的选举 选后一定都是一个多头 你看选前 美国已经整理三个月了 指标也在低档区了 今年是109年嘛 2020年嘛 那前一次选举就在2016年 民国105年 我们来看105年的选情 105年 这是105年的 这是105年的 我们来看105年 这是105年的 选前三四个月也是焦灼 当时大家也看坏川普 认为如果川普当选 美国股市就完蛋 结果选后 川普当选 美国也是大涨 美国也是大涨 好 那你105年再往前 101年 我们来看101年的 101年的选举 在这里 101年的选举 选前三个月 美股也是下来 等选后 美股又开始大涨 所以你不要去担心 川普赢会如何 拜登赢会如何 选前焦灼是正常 选后 川普赢直接庆祝 拜登赢可能蹲 后面还是会涨 所以你放宽心的操作 因为我礼拜六演讲 就在讲这个嘛 那你没来听我就没办法嘛 我只能简单让你连续看往前三次 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嘛 那你有兴趣 你再往前去推敲 昨天亚洲股市已经大涨了 今天亚洲股市涨更多 南韩又涨1.7% 你知道南韩两天下来已经上升3% 今天澳洲也大涨1.9% 香港大涨1.6% 1.7% 香港两天下来也上升3% 大陆股市今天也全部大涨 所以台北股市 我们自己下自己啦 昨天最后涨44点 44点才0.3%而已 那其他亚洲股市都涨1.3% 我们落后人家 那今天开始补涨 目前涨1% 还似乎南韩2% 还似乎南韩2% 现在指标也在低档区 但重点还是在个股 重点还是在个股 今天传商股可能比较弱一点 因为资金全部都跑到电子股来了 电子股占了大盘71.5% 所以传商股可能会来的比较吃力一点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 你不要被大盘影响那么重 重点还是要回到个股身上 因为财报陆续在发布 涨高的重视力多 也不见得是好事 你看最近从台积电 联电 联发科 碩盒 包含 星星 4966的普瑞 都一样 大涨 财报率都发布 崩下来 跌下来 所以你要买底部的 只有买底部财报好的 才有补涨的机会 最明显的 日月光 财报发布之后 昨天大涨 最多涨到7.1% 我们来看日月光 不单是日月光 你看今天 汉与伯德也是 汉与伯德 股价已经掉下来了 对不对 财报发布利多 第三季2块多 今天果然直接开高大涨 包含4915 智深也是 智深也是在底部的 今年还负成长 今年还负成长25% 第三季财报1.7% 昨天就逆市涨了 智深拉回来可以买 智深目前今年还负成长 今年美股获利应该也是有4块钱的 维持正常的获利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三七一一的日月光 日月光昨天大涨7% 你看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了 外资未来两个月做仗的重点股 第一个就是日月光 第一个就是日月光 你要去考虑到很多层面的问题 不是跟着盘面上 再追高杀低 绝对不是 我上星期那个演讲就在说这个嘛 法人大作仗 今年外资做的太烂了 最后两个月一定要想办法 把绩效给拉台上来嘛 所以法人一定会去买高持股的股票 尤其股价在低档的 目前外资高持股 以持股比例来说 最高当然是台积电 第二大就是日月光 第三大台达电 再来自贸 自邦 联发科 这样一路下来 前22党 那前22党不是每一家都有机会 涨或许 可是如果涨幅已经 今年涨幅已经很大了 像台积电涨幅已经很大 到历史高点了 台达电 联发科 联电 自邦 这都创高了 这又有空间就没有了 日月光今年还负成长 获利大成长 股价负成长 衰退24% 所以绝对是从日月光下手 因为外资一定要买底部的 挖得有空间嘛 在那拐点就没有肉了嘛 所以上礼拜整整讲了一个礼拜 我上礼拜整整讲了一个礼拜的日月光 是不是整整讲了一个礼拜的日月光 给大家看 对 外资台股四大持股 台积电日月光台达电联发科 只有日月光是负成长的 那我演讲是把它整理得更完整 那包含以张数金额来做统计 张数金额做统计之后 你可以看到昨天外资大买的股票 其实交点就在这一些 外资高持股 今年高成长 股价没有涨的还衰退了 张数学的不会这 那昨天外资买日月光 买了四万四千多张 张买四万四千多张 大概买了三十亿 昨天外资买二十九亿 光是日月光就买了三十亿 而且外资 财报发布完之后 外资共同把日月光的目标价 你看从港系的外资 日系的外资 欧系的外资 这个目标价全部都拉高到 九十八十八九十五 所有法人一口同声 现在股价才六十六而已啊 六十七而已啊 直接把他喊到九十五去啦 而且还大买给你看啊 所以真的是法人做账 最后两个月焦点 但还会有其他的 可是日月光是首要标的 日月光是首要标的 所以向中股票 怕不会有标都是要求 一般像昨天做這麼大的量 当冲应该会很高 結果昨天没有 昨天当冲只占了两成而已 外资买了 五成的股票 都被外资当天买走 所以你要去找这样的标的 你要去找这样的标的 所以从财报角度出发 找还没涨的 从财报角度出发去找还没有涨的 就会有 去管理就不要去追了 买的地方会安全才会贪大钱 才会赚大钱 接下来两个月 法人作战的重点 这你一定要注意才行 另外 凭盖制裁中心受贿 国具防疫概念股 这四周都对了 因为股价都在低档 今天防疫概念股比较可惜 因为钱全部到电子股去了 防疫概念股今天稍微比较弱一点点 弱一点点没关系啦 好事多磨 后面也是会去的 恒大 你如果一百二十几块钱 都贪钱都贪十几块 等冲出去而已 热硬也是 随时都会冲出去的 因为今天钱在电子股 所以没办法 忍耐一下 那也没什么忍耐 都赚钱有什么要忍耐的 对不对 今天最强在哪里 今天最强在被动元件 今天最强在被动元件 虽然是电子股 可是今天被动元件 你看 从国具开始 国具 三百八了 国具 凯美 国具集团的 其立新 三级都会涨停啊 华兴科 和声堂 信仓电 整个被动元件 今天全部大涨 我说一句话了 我整整讲了一个月了 今天终于喷出去了 但慢慢涨慢慢涨 你看国具我从多少开始讲 我对三百二十四块就开始讲了 今天已经也要涨停了 我对上级店才开始讲的 你们都知道了 要买不买是你们的事情 该告诉你们我都告诉你了 会员该买都买了 对 那全市场周围一个在讲国具而已 今天大家都会讲国具的啦 那也没什么啦 今天为什么国具会大涨 因为今天国具当然有消息啊 国具昨天下午 法说会 老板丢出了三百亿的资本支出扩产 高雄就两百亿了 那三百亿的资本支出 在2020年下半年会全部完工 完工之后 产能会增加1.5倍 三百亿你知道是多少你知道吗 国具的股本才四十几亿而已 又是资本支出六倍的股本 我跟大家讲过 一般正常的公司 资本支出大概一个股本而已 你看台积电 三千多亿资本支出四千多亿 这已经是大手笔了 六倍的股本 文貌是二十倍的股本 这种大手笔都代表公司看好未来的一个营运 那三年后全部投入产出之后 产能会增加1.5倍 产能增加1.5倍 那么跟其他被动原件公司距离就会拉开 首先被动原件股 国具一大涨全部跟着上来 这个叫什么 这叫跟班 真正焦点还是在国具 真正焦点还是在国具 因为是国具扩充300亿的产能 把整个被动原件带上来 那其他跟上来是不是跟班的 你说凯美奇力新 国具集团那就没话说嘛 那华星科昨天也有消息 华星科的消息 也是看好未来发展 同时要加码收购红辉的股票 那不管因为有国具在带 华星科能够一起跟着涨 那么整行业 整行情就会全部燃烧 我不知道你们买 我人自意尽了 该讲我都讲了嘛 我对家开始每天讲 涨也讲 我相信也没有人像我这样子嘛 行情涨涨涨涨这里闷的时候 我还是每天叫你买 那今天一冲出去是个开始 国具500块来买 但我不是主力 我怎么会知道 我们只能讲说合理 合理的价位在那500 会来不会来交给钱 那交给市场 总归你要赌一把嘛 你如果连赌的勇气 连赌的意愿都没有 那如果来500 你也赚不到嘛 对不对 那就算没有来500 我们三百六四个月也赚很多赌的嘛 已经利于不败之地了 我们贏的嘛 我们看一下今天盘面上一些重要的股票 今天平概股也都不错 因为大盘一涨起来之后 整个平概股全部都起来 尤其有电子股在带 日月光荣就不太多说了 这有点要紧张 后面最重要的焦点股 法人作章的焦点股 今天南亚科华邦店旺宏 旺宏法人目标 花到41块 我给大家看过 41块当然不是说现在最高 你要给他一段时间 慢慢走啦 业绩很好 前三季的获利2.27元 比去年成长86% 所以法人目标价41块钱 41块钱慢慢走啦 当然我们说得很久了 而且来回差价也做了 第一趟上来33块半卖 33.4卖 压回来31又买 这种股价都太低啦 那群联 我也给大家看过啦 群联外资已经花多少 花到400块了 花到400块了 那400你也要有时间嘛 你要给他时间嘛 那整顶我 今天通知会员还有持股的 123 123块上面都没关系 等类和定供就好 先做一个差距的 你看今天郁金光也大涨了 郁金光外资目标价已经花到多少 喊到780了 外资目标价780 780也没马上来啦 因为外资会派那么长的目标 都不是马上会到的 目标叫780 然后底部打出来嘛 底部打出来了600块钱涨上去了 他就有机会了 600块站起来就有机会了嘛 目前还在打底阶段 今天金车也大涨680了 这也是在打底的 这也是来回打底的 我来到欧开始说的嘛 你也知道 文贸 昨天提比较多 可是外资没什么卖到 这 我们320卖了嘛 下来我会再接回来 三年没了 我又要买到回来 原相今天也大涨了 原相今年业绩是很好的哦 赚一个股本以上 第四季还会维持高峰期 那茂林 这个股价也回很深了 今年也是赚一个股本 获利创历史新高的 所以很多赚大钱的股票 目前股价都在低档区 其实你应该要更积极的态度 去找寻账碍标的 标的找到了就等什么 等时间的来 时间一来 价格一来你就要勇于出手 否则 畏畏缩缩 就没用了 或者最高杀低 也不行 所以其实机会很多 行情还有很多 你看这些行情 弓了一百四十点 可是你不能当五头苍蝇啊 你要有一个方向 你要有一个方向 你可以跟我一起索记这四大主流 对 制裁中心受惠股的部分 旺宏 然后国具 防疫概念股 甚至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 接下来外资作帐的焦点 接下来外资作帐的焦点股 最后两个月外资作帐的重点股 从这里面我帮大家搜寻出来这些重点里面 去挑还在底部的 我都锁定住了啦 要做到几个人都知道 你直接跟着我做 未来两个月 法人全力作帐的重点 跟我一起锁定这些 日月光第一档已经冲出来了 其他还有哪些 样会可以买的 我们一起来赚钱 来搭法人的列车 我们的副专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往前期下不保险未来破例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券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险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